大家好,我是Chusha,歡迎收聽安博足球快訊 英格蘭足總盃第五圈是星期四凌晨,有四場比賽 其中一場是車路士主場迎戰烈斯聯 車路士作為英超球隊,實力更勝一籌 加上剛剛在英聯盃失冠,球員應該滿腹怨氣 今場回到主場出擊,車路士肯定很想擊敗烈斯聯來體鎮士氣 車仔上將加時遺憾輸給利物浦,痛失英聯盃冠軍 其實贏不到對車仔來說是一場恥辱 佳因利物浦殘陣出戰 車路士方面,以更齊整的陣容出戰 奈何兩名中場安蘇菲蘭迪斯卡瑟道發揮令人失望 相信經過賽後總結,一群球員應該想一雪前恥 其實球迷也不需要太擔心車路士 始終過去四場降賽時,90分鐘內他們都未常敗職 取得兩勝兩王,其中坤場失球數少於一球 車路士今屆英足總盃由第三圈打起 不管他們面對低造別球隊普雷斯頓或面對和英超分子的阿士東維拉 都未曾試過主場失球 證明球隊今屆賽事主場防守方面值得看好 職神加拉查及安蘇菲蘭迪斯上將英足總盃都有入球 今場表現值得關注 考慮到今場對手只不過是英管球隊,所以車路士應該有機會贏 至於列斯聯方面,過去六屆英足總盃 取得最好成績就是上屆到第五圈 上屆前球隊連續五屆致敗第三圈 看到列斯聯近年在這項賽事上競爭力低 今屆賽事列斯聯由第三圈打起 雖然首戰能夠以3比0輕鬆擊敗英甲球隊比特寶 但上一圈他們畢竟遭到同為英冠分子的普利茅夫的頑強抵抗 最終從賽才憑著加時的好表現驚險過關 所以來到第五圈,球迷應該都怕怕地距 始終今場面對英超實力球隊車路士 想要越過這座大山真不容易 從另一方面看,其實戰術性放棄英足總盃對列斯聯來說都不是壞事 始終他們首要任務,當然是直接獲得升班資格 現時他們排英館次席 和第三的葉氏璃子一樣有72分 落後帶頭的里斯特城6分 稍有不慎列斯聯就會錯失直接升班資格 多條戰線疲於不明,倒不如集中踢好聯賽 力真下跪升回英超 所以今場挑戰車路士列斯聯真不易看好 喜歡這條片的話,就記得按LIKE 和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再Share給你的朋友看 我們下條片再見,拜拜!